大家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就是這個學期的開放課程跟開發資源 那我們這門課程的所有的教材都會放在網路上 所以你可以在這一個目前這個網址 在這個網址你可以存取到我們的相對應的資源 然後 我們這門課需要大量的 實驗 所以我們每週都會有那種對應的作業 那有可能是程式設計的 也有可能是跟軟硬體整合相關的 那我們現在介紹第一個部分就是在第一次的作業 然後你點入這個連結之後你可以看到第一個作業 這個第一個作業的預期目標是這樣就是 希望可以讓大家先準備好這個GNUD Linux的開發環境 然後要學習能夠使用這個Git跟Github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介紹這個 效能分析的工具 以及 怎麼去分析完效能的時候呢 可以施加相對應的最佳化 好 好 好 那因為有很多指令的操作 所以這邊快速說明一下 我們的標示方式 基本上就是第一個這個 DollSign開頭的這個 部分 就表示輸入了指令 所以不要說你看到這一段 這段有個DollSign開頭 那實際上你只要輸入什麼 輸入後面這一串 就是這個 AppleGate update 這樣的一個操作 然後呢再來是 要注意到就是因為我們 對我們來說這個效能分析很重要 效能分析很重要的話就是說 我們會希望說 你安裝的這個Linus 是直接安裝在你實體的電腦 而不是用 用虛擬機器 那請你 花一點時間 把Linus裝在這個實體的電腦裡面 那 建議的安裝的系統是 Ubuntu相同的系統 然後比方說像Debian 這種相同的系統 那你要用其他OS也可以啊 你用ArcLinus之類 應該也是可以 好 那我們這邊會需要一些開發工具 我們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你會需要 像那個基本的編輯器 然後再來是 我們會需要 一些效能分析的工具 這是Linus Kernel自帶的這個 開發工具 所以你會需要安裝這些工具 然後除了這以外呢 因為我們寫 城市開發的需求 我們可能會去 為了做一致的這個 編 寫城市的這個風格 然後你會需要 A-Style的工具 然後為了要讓 這個 城市比較的時候呢 可以看得到顏色 我們會需要 ColorDiff 然後再來是你會需要 GnuProp 來幫你製圖 然後這邊快速展示一下這個 安裝的 效果應該是怎麼樣 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說 你用 那個 切換到SuperUser 去更新你的 APGate 更新你的這個檔案戶 然後 之後呢你就安裝好這個 就開始安裝後面這些套件 基本上行為就是 這樣 安裝 安裝相關的套件 然後 當然就是 這幾個 好 然後呢 基本上 當然我在電話 幾乎 幾乎 喔對 有時候你會遇到升級 好 那總之就是說 在這邊來講的話 相關的套件就是 這樣的安裝 那用APGate 可以用得很開心 那如果你用那個 CentOS的話 他就是 用 YUN 或DMF 對 好 然後呢 因為你會需要很多 Linus的命令操作 請你參考這個 鳥哥的Linus 吃飯菜 好 這個鳥哥是我們 很大的校友 然後 然後 對 還有很多很樂學的著作 然後 基本上你可以在裡面查到 不要說 特別是 指令的操作 相關的 相關的議題 然後在今年 今年1月 1月24號的時候呢 又有新的版本 好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這 這門課會需要用到Git 然後 相關的程式碼 都放到Github 所以你必須熟悉 Git跟Github 怎麼使用 那 在去年的同學 花了很多時間 幫大家 做一些重點提示 所以基本上 就是有圖有文啊 有圖有真相的 就是跟你講說 GitHub的帳號怎麼建立 建立好 GitHub的帳號之後呢 去建立你自己的這個 Repository 那這邊有幾件事要去提醒大家一下 比方說 第一件事就是 你需要 SSH的key 就是基本上 這是一個公钥系統 所以你會 你會需要把你的 Public Key 上傳到Github 然後 你的Private Key 跟Public Key 會透過一些 數學運算 去驗證 身份 好 以下會產生key的方式 請你稍微看一下 那 呃 如果呢 你已經使用這個 Windows的Github的話 那 基本上 你做好相關的設定 應該是可以用的 所以這邊 在 圖片裡面 圖片裡面跟你講說 怎麼用 怎麼去增加你原本的這個key 好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就是你這key 就把它貼上去 那你可以做一些測試 底下有一些 測試的方法 好 然後如果你需要更了解這個 Gith的操作的話呢 你可以參考另外一個 那這邊文章寫得非常好 就是那個 之前 有一位高手 叫寶哥 那他就是 跟大家介紹說 30天精通Gith的管理 Gith的版本控管 好 那這邊有幾件事提醒大家一下 第一個就說你要搞懂一些基本術語啦 比方說這個 所謂的這個 檔案庫啦 俗稱庫啦 然後再來是你要了解有幾個詞彙啦 比方說 目前的工作目錄 那 呃 再來是有些詞彙啦 像什麼index啦 object啦 然後怎麼去比對 然後呢 知道怎麼去commit 然後 你要知道怎麼去做 比方說像那個 Tradepeak啦 mubase 那大概看到這個前面幾個部分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叫做perf 這個perf是這樣 就是說它是在linux kernel 2.6 後期加入的一個工具 那基本上這個工具是跟linux kernel有關 所以比方說在我的電腦上呢 我的電腦可以看一下我的版本 我的電腦是用到4.4.0 那當然我們要 就是這個 這個電腦比較潮一點 你看這個kernel是前幾天才定義的 好 那所以呢 它就會有個對應的 對應的這個kernel的工具 所以如果說你去查你的電腦裡面 所以像我的電腦裡面呢 我會有什麼kernel的image 然後呢我要安裝 那個perf工具 所以perf工具在哪裡呢 perf工具是在畫面上看到這個 就linux tool這邊 就是在perf的工具 是包在這個套件裡面 那這個perf的運作原理是怎樣 因為我們事實上的硬體上都會有一個特製的硬體 這個硬體我們叫做 PMU PMU 那這個PMU基本上它會去最終 去記錄 包含說執行的指令 多少個 包含說cache的使用狀況 然後說還包含說這個 我的cycle count 就是我這個 CPU的cycle 它會從某個開始的時間到 直電時間 我把這個cycle count記下來 那去年也有同學花很多心思幫大家整理這個文件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請你第一個花時間看文件 所以你發現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寫作業其實前半段的時間幾乎都在 都在讀書吧 讀書讀資料 那這邊請你稍微看一下 那它基本上就是在透過 這樣的一個效能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很多 比方說你會聽過一個東西叫 O5 或是G Pro G Pro 那基本上這個東西是 這個perf的優勢是什麼 它跟Linus kernel是 很緊密的結合 那 如果說你使用的 尤其你在嵌入式系統 這個工具用途很大 因為你可以 很容易去分析說一個 程式 花多少時間在 在 User mode 本身 或是說花在 在kernal mode 甚至花在 等待時間 所以它像前面講過它取樣的事件可以 非常 非常多 像 甚至霸函說像那個branch branch mix predict 這種操作都可以 甚至也可以分析一些 一些軟體的這個event 比方說那個發生patchbox contact switch 在Linus在做contact switch 所以這個如果你要更了解這個Linus 其實用 你從效能分析的觀點去切入 是一個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議題 好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第一個作業就要 教大家來使用這個效能分析工具 其實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第一個作業其實我們不會顯體入程式嘛 但是你花在準備這個 過程很重要就是準備這些相關的工具 好 所以你怎麼安裝呢 基本上你要先去看你的版本 好 比方說你要先確定你的電腦有沒有 開啟perf perf 好 你可以執行這樣的操作 好 那我的電腦呢 以我電腦為例的話 我的客套版本是 4.4.0 那你可以看到說我這邊其實有開了perf event 所以我可以怎樣 我可以支援 在這客套裡面可以支援 採集這些event 好 然後呢 如果你遇到中間問題 通常表示你都沒有安裝好套件啦 所以就稍微裝一下就行了 然後 再來是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做一個範例 那事實上呢有一個 就是我們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分析效能 所以不要說我們可以做一件事 我們先準備一個 一個程式 那底下這個程式呢 這個程式很短 看一下 這個程式基本上 對 不要懷疑就是這幾行 那這幾行可以幹嘛 這幾行可以來計算 算圓周率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啊 還是給大家看 好 然後我們如果去編譯 不要說這邊 編譯了去執行 然後 然後 這個 我們把程式稍改一下 好 那所以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他這個程式計算那個 計算那個 原作率排好 這時候就 就算完了 好 那當然 不過你要把它輸出 輸出你才知道 你的結果是對的 所以我們把 花點時間把它輸出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話呢 我們把那個原作率把它轉型成那個 Float 顯然這個結果是對的 但是呢 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想要知道 計算原作率的過程中 那中間到底 CPU 時間是怎麼開銷的 所以 我想很多人 因為在尤其在分析效能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用在那個 用猜測的 那其實這很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強大的工具 那所以其實你可以 你可以很容易去執行這個Puff 那執行Puff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看出這個 CPU 消耗CPU周期最多的部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想說呢 你可以這樣 好 我先把這個 Pi這個程式執行起來之後呢 然後 我們執行起來的時候呢 你會得到一個PID等於 39 3691 然後 3691 然後 重新執行是 3723 3723 好 那所以基本上你可以 可以用這樣的工具 其實它可以去 可以去取樣 那 所以就是說 你可以去取樣 那 如果你發現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發現說 它為什麼它沒有 沒有正確執行 就是基本上你要檢查一下 你的 你的 你的權限設定是不是 是不是 對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3723 3723 3723 3734 好 那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要去做 就是 就是 這個必要的設定 你看 這個就計算那個圓周率 那圓周率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的話 這顯然 接著我們來繼續看 那 這個有一些背景知識 所以請你花時間去看一下這個文章 那這個文章最早是對岸的朋友寫的 那我們幫大家把它翻成這個 繁體 然後也做一些資訊的補充 所以 請你回去看一下 那這邊簡單 重點提示一下 就是你要搞懂這個 CPU的 Pipeline 的行為 包含說像 Superscaler Alter Order Execution 像這種議題 然後再來是說 像那個 處理器啊 有可能有個東西叫做 叫做 Deal Issue 所以你還知道 這個 這個指定是 到底怎麼 怎麼去執行的 然後再來是 Prov 它可以去 分析 Branch Prediction 所以你要花時間 知道 它在做什麼事 那這邊有多的對照 簡報行為去看一下 那因應這個 Branch Prediction 的這個 行為 所以其實 編繫在做最佳化 其實會做很多議題 所以 比方說像這邊來講的話 編繫會給你一些協助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這篇 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就說呢 如果你很清楚 你的程式執行的 執行的行為 所以你可以做什麼事 你可以呢 給編繫一些 提示 比方說你會知道 哪些程式 資碼是極有可能會發生的 或是哪些 Case是比較不會發生的 那你可以把它重新編排 你可以編繫一些提示 這些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我想再次強調 就是說 我們在21世紀 其實 系統的效能 其實要求是很高的 過去不太一樣 過去你可能只是 結果對了就行了 但是其實在21世紀 這個型 效能 影響很大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我們解釋另外一個詞 這個詞叫做Trace Point 基本上就是在 在Kernel 你一旦把Puff的功能打開 預設很多 Kernel 其實都有 Kernel image 很多都有打開 所以Trace Point 是在Kernel裡面的一個 Hook 你可以想像 想像一件事就是說 我在Kernel裡面 做很多行為 系統呼叫也好啦 檔案系統也好啦 或是那些Contact Switch也好 這些切換的時候 其實都會設定一個 一個 一小段程式碼 這小段程式碼就是說 比方你做Contact Switch的時候 這段程式碼會被 會被 會被執行到 去記錄一些相關的Counter 所以如果說你 之後呢 透過 記錄這些Counter 去分析的Counter 你可以知道 我做了多少次Contact Switch 這種使用 那這個底下寫的比較鎖碎一點 請你回去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 你會用Perf啦 Perf的這個Top 然後基本上像這個 就是說我要看什麼Cache Miss啦 這樣子 其實你就可以做很多 很有用的事情了 好 那麼這時候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案例 不是看另外一個案例 我們這個作業本身 所以我們作業 想要做什麼事 我們作業想要去提升 提升這個 電話簿的這個程式 我們想要提升電話簿的程式 接著我們來看電話簿的搜尋程式 這個電話簿的搜尋程式呢 基本上跟你在 教科書看到這些 Link List的這種程式啦 或者說這種結構體 其實沒什麼 特別地方 但是因為它夠簡單 那這個程式夠簡單 然後 所以它有個好處是什麼 就是 你不用特別去了解資料結構 那反而呢 你可以花很多心思 去研究說 在相對大的資料量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麼 什麼調整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在這案例呢 然後我們可以去探討catch miss 還有說它執行的事件 那其實關鍵點是什麼 就是重新讓你再 念對西元程式 因為很多人在 使用西元程式 基本上就寫了 執行一次兩次 那你不會執行很多次 基本上執行很多次 你可能不會真的認真去分析 那很多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像那個什麼 像 Sought in啦對不對 就是bubble salt Quick salt 基本上它就是 就是背誦新法 你也不知道它實際上 運作是怎樣 那也不會去了解 個別資料結構 對整體的衝擊 好 所以我們先取得 我們的程式碼 好 那 如果你網路順暢的話呢 你可以 應該相對是容易的 取得這個程式碼 取得程式碼之後呢 你會得到一個 Fonebook 然後 那 基本上它的 目錄結構呢 其實很單純 就是你會看到說有 Meg file 指定說這個程式碼 怎麼去編譯 然後呢 再來是它有一個 很基本的 Reader Me 這個 基本上 Reader Me 顧名思義就是來 告訴你 它在做什麼事 所以請你花點時間看Reader Me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基本上這裡有幾個版本 就是幾個版本的始作 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原本的 Fonebook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結構體是這樣 基本上它的結構體就是 你可以看到說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它裡面包含幾個欄位 包含 Last Name First Name Email 當然這個結構體是意味那個 美國人的習慣 就是 美國才有什麼州的 對不對 這個 像我們台灣都不太好寫 對不對 就是說 我們大概 我們大概不需要 不需要兩個 兩個 不需要兩個byte去表示啦 我們只要 只要 只要 我們基本上只有兩個選項嘛 你的國家是台灣還是中國嘛 類似的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原本的結構 這樣 那原本的這個 Fonebook它有對應的操作 對 這段程式碼太短了 短到 不用捲頁 所以它原本呢 不要說它的始作是什麼 是尋找 尋找這個名字 那這尋找名字怎麼尋呢 給定一個 Last Name 去這個 Link List 去找 Last Name 好 也有個另外一個操作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要建構這個 Fonebook的時候呢 會有從這個開頭 好 那 逐步的去提供這個 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 電話資料 好 那個人資料 一路一路提供下去 好 所以這是最早的這個版本 好 那 當然它的 對應了man.c 其實很單純 就先打開一個字典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字典檔 這個字典檔有一點 點點學問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字典檔學問在哪裡呢 這字典檔呢 它學問在於說 這就很多字 你看它畫面上這裡有很多字 然後呢 A到 Z 注意到 這是已經排序了 那它總共的資料有多少筆呢 在你這邊可以看到 它總共的資料呢有 349900 所以它基本上是 35萬筆資料 那所以呢 其實 今天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你去建立一個 電話簿 它包含35萬筆資料 那這35萬筆資料 我要去搜尋其中的一個 給定一個last name 把它找出什麼 找出特定名字出來 好 然後呢 接著就是說這邊的話 我們已經幫大家寫好一些工具程式 應該說工具的函式 工具函式裡面包含什麼呢 就是幫你計算時間 那 這邊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是我們用的這個 用的這個 Function 不太 不太一樣 就是說它不是用那個 我們用的是比較精準的 精準的時間 我們叫做 Clark Gate Time 好 那Clark Gate Time的話 請你花一點時間去看它的那個 ReadMe的 那個 Main page的說明 那簡單說它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 一個 高精準度的 高精準度的一個 一個Timer 所以你看到這裡 這邊它會 它是一個相對高精準度的Timer 所以可以相對 測量 比較精確的時間 那為了避免大家寫程式的困擾 就是你可能要熟悉一點 操作 所以就幫它 給定 就比方說 你用那個 剛剛那個韓式 剛剛那個韓式 Clark Gate Time這個韓式 那我們就幫它寫好 相對的工具的 工具的韓式 所以你可以做什麼事 你可以去看 所以實際上查 這個時間間隔 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這個時間上的間隔 注意到 它的結構體能有趣喔 它會回傳一個second 就是秒 跟 NS NS是什麼 NS是Narrow Second 也就是10的 -9 四方 好 接著呢 這個程式的邏輯 就先打開那個很大很大的字典檔 打開那個很大的字典檔之後呢 來做什麼事 先去建立電話簿 這邊有看到 前面那個append 那建立電話簿之後呢 我們接著要幹嘛呢 來搜尋 就 給定一個 給定一個名稱 然後去搜尋 然後這邊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IMPL是什麼 IMPL看一下 IMPL 其實它不是定義在 在這個 面點席 它其實在定義在別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定義在哪裡 事實上它定義在 定義在 在makefile裡面 好 認真看一下這個部分 我們在編輯的過程中呢 注意注意看 我們在編輯的過程中呢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 減低 減低在做什麼事呢 減低基本上就是說 我去指定 指定一個makefile 它的名字是什麼 然後這是makefile語法 我們在後面 注意到 我們在 這個 下方呢 會有一些參考資料 就是幫忙說什麼 makefile的語法介紹 所以請你回去看一下這個makefile的語法介紹 好 那 呃 我們關注的點是什麼 關注的點是 所以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說 我makefile已經會指定IMPL 所以這樣 之前那個程式的寫法有個好處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用同一份 main.7 好 那你不用用很複雜 if define 或是if else 這種 不用那麼複雜 基本上這個東西 makefile已經把你預先定義好了 所以同理 你看到IMPL的時候呢 這個IMPL 它其實會被 會被展開 我們來看一下IMPL 它會被展開 好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 可以去印出來 所以這個是 一個小技巧 所以你可以在 編譯時期就把這個相關的 那個MPL 所以這IMPL有可能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 Original 就是原本的版本 或是一個 Oltimized版本 好 那再來是呢 接著我們就是用 gettime clock gettime 去把它計算出來 然後把這個直接印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執行 實行起來是什麼 效果是怎樣 我們先編譯它 那編譯出來之後呢 你會得到兩個執行檔 兩個執行檔 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 一個叫 Fonebook Origin 一個叫Fonebook OPT 就表示 Oltimized版本 然後呢 如果你去執行原本的版本 比方說這個Fonebook Origin 所以它就可以看到說 它就會印出它的Struck有多大 然後呢 花在appen的時間多長 花在fine name的時間多長 注意到這個單位是 Sec 那如果呢 你去執行另外一個程式呢 比方說OPT 那你會發現一個件事 程式已經中止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這程式碼 問你出在哪裡 為什麼它不會運作呢 因為 我們的實作是錯的 對不對 你看 我要找人民對不對 我直接回傳一個什麼 回傳一個now 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嘛 沒有當然就不會動了 所以這個 這是程式設計的小技巧 那 對 Foreality 在vim裡面呢 你可以加一個 todo 那加todo的時候它會自動幫你標顏色 標這種顏色 你可以知道這個 以後你就可以去搜尋程式碼 看到有todo的地方就把它修正 然後呢 所以 這邊來講的話 這觸解已經告訴你了 請你把你自己 最佳化的實作 可以改善效能的實作 把它填寫進去 所以請你特別留意這件事 那我們再回去看那個man 這個man裡面有一點點學問 有個東西叫assert assert在這裡 把標注起來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assert 基本上後面可以帶一個 敘述 這個敘述呢 只要是 只要是 成立的話 我們就會通過 那如果這個後面這個 關號刮起來的敘述本身 如果不成立的話 程式就會停止運作 就像如果說你看 如果你看剛才的回傳式是什麼 回傳式是一個nar 那回傳式是一個nar的話 這個乘數據就不成立 這個乘數據不成立的話 就不會繼續執行 所以就得到剛才那個畫面上的 那個狀況 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 跟你講說這個程式停止了 然後呢 在assert的時候呢 在assert的時候你可以加一個小技巧 就是說 你後面加一個add and done 然後印出個字串 所以這個字串呢 就會伴隨著assert 去印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字串呢 就是剛才這個 跟你講說man.c的tis 印出這個字串 那這提醒你說什麼 提醒你說去實作什麼 去修改這個 phonebook opt 好 那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這個層次執行 那就可以編譯 然後呢 你接著可以用這個 那個make run 來看一下make run 那make run的時候 你看到要叫你打密碼的時候 就趕快把密碼打一打 然後呢 你就可以 你會發現 畫面上就怎樣 一直更新 就一直更新說 因為他就 他每兩秒就執行一次 每兩秒我執行一次幹嘛呢 看說你花在append的時間 花在find的時間 所以基本上你會看到這個時間會浮動 但是他 變動不會太大 那這個工具怎麼實作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工具怎麼實作 他用什麼 他用watch這個指令 watch這個指令呢 他可以再給定的時間 就是給定這個 基本上是 預設是每兩秒 每兩秒呢 去這個印出來 每兩秒去輸出 去執行這個 給定的指令 好 那 所以他大概輸出這樣 那你按Ctrl C可以離開畫面 那這時候我們來講好玩的東西 那你會好奇說 我有沒有辦法建立一個圖表 建立一個圖表幹嘛 你可以知道花的時間多長 所以事實上你可以這樣子打了 所以你為什麼要Linux 給大家體驗一下Linux好處 你打makeplot 神奇的事要發生 看一下 這makeplot就開始每次跑 他跑多少次呢 他就跑100次 好 所以可以看到每次花在append的時間 每次花在什麼呢 花在 找 找 last name的時間 好 那這時候你發現 目錄裡面多一個檔案 好 多一個檔案叫什麼 叫 long time png 點下去看一下 多一點標畫意 就圖表就出來了 所以呢 你可以很容易看到 你寫程式 好 就是你自己的版本呢 跟最佳化的版本 這個這個什麼 的那個時間的差異 好那當然現在我們 我們自己 自己最佳化的版本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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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作的 好所以你會得到 空空如視野 好 那 這樣的工具呢 我們稱為叫什麼 我們稱為這個工具叫 GnuParts 這個用GnuParts呢 你可以 可以幫你建立這個圖表 你可以做非常強大的功能 給他看一下 GnuParts可以做什麼事 GnuParts GnuParts其實不只是建立剛好那種圖 其實你可以建立非常多圖 你看到像這個 右邊看你看到這個圖 很專業 對不對 看到這個 基本上他可以做很多很強大的圖 那 所以呢 如果是 特別你如果是研究生 要寫論文 請你忘記Excel 有強大的工具 有運算速度快的東西 你幹嘛用這個 你幹嘛用那個Excel 所以你看 如果你要建築左邊這個圖 其實只要打這麼 短的資金就可以建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圖像 分析呢 其實非常重要 我再講一次 圖像分析呢 對我們來講呢 可以釐清很多事情 比方說 比方說我們想要知道說 這個資料的分佈 如果頻率比較高的地方 讓它深一點 頻率比較淺的地方 就是 頻率比較低 我們就讓它輸入比較淺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上 就是這樣子做 就可以做出 GnuParts 所以這個東西 非常好用 然後我也幫大家 寫好那個GnuParts的Scrib 如果你興趣就可以參考一下 那在哪邊看到Scrib呢 基本上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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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檔案 那基本上它就是GnuParts的那個操作 那不難學 那我們後面有參考資料 所以 所以呢 公益 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好 那這邊底下我們來看一下 GnuParts 所以 請你忘記Excel 拜託不要再用Excel 我們跟Microsoft沒有仇啊 我們這個學期會花一點時間介紹 Microsoft的開發工具 因為Microsoft做了很多 很好的工具 我們當然要來用 所以我們之所以不用Excel 並不是因為我們 我們不喜歡Microsoft 而是Microsoft的Excel 太弱了 我們有更 有效的工具 而且重點是它可以批次產生 所以你可以想要一件事 如果呢 你想要100次 或是100萬次 基本上你只要改設定 那GnuParts就可以幫你建出這個圖表 那甚至呢 如果你會寫一些簡單的Scrib 當然你可以參考鳥哥這個私房菜 還有教你很多Scrib的寫法 你甚至可以每隔一段時間 把這個圖表建起來 想要幹嘛 輸入給你 好 那底下是一個勢力 所以一旦呢 你可以想像說 你看喔 如果說你今天建好這個Pro 所以你看 我們預期 大家最終做出來的成果是像這樣 就是說 你可能做一個什麼最佳化的版本啊 跟一個原本的版本 可以比較它的時間的差距 然後你會得到一個很很很很 很有效的方式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這個 為了要保持一致的Calling style 我們有一個工具叫A style 那這個A style可以幫你做很多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剛剛那個 我們在複習一下我們剛剛看到的程式碼 好 比方說你看看這個程式碼 你看它的編排 它的縮排呢是怎樣 四個空 四個空白 那 我們會在意的地方是 比方說 如果我們城市要 就是不同的城市要 要合併啊 或說不同的人在開發 那 千萬不要覺得說 只有你一個人開發 所以你要照一句 即便呢 是一個人寫作業 其實是三個人參與 是兩三個人的 過去的你 現在的 還有未來的你 所以呢 什麼叫做 對影 成善的 基本上寫程式寫久了 對影成善的 你是很有意思的 那 可是問題來 這個城市的開發風格 我想大家都沒有疑問 它非常的重要 那 可是問題是 因為每個人 包含過去的你 未來你的風格 可能不同嘛 你現在只知道 現代的你 是什麼風格 對不對 所以現在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確保說 這個城市的風格是一致的 所以實際上你可以做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調整 就是說有個東西叫 Commit Hook 簡單來說 我每次 要提交修改的時候 都會去檢查 好我們給他 示範一下 我先把這個Hook準備好 這個Hook要準備非常容易 因為我們Squib都已經幫他寫好了 所以基本上只要這樣做就行李 就是你這樣做就把這個Hook裝好了 好 那接著呢 我們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 比方說呢 我 比方說我這個 面點機 我做一個簡單示範 就是說 比如說我想要做什麼事呢 假設我們把Ryton0改成Ryton1 這個修改無聊 但是 我們就做了 所以你看 這個 這個 地幅的時候你會看到什麼 Commit 1 Ryton1 如果這時候呢 我們再做一個修改 再修改就是什麼 比方說我就修改說 啊 我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Todo 好 這是 跟大家講說 要女稱什麼 正確的 正確的J 好 那 所以呢這時候呢 好 好吧 我今天就加一個這個 註解 好 然後呢 來 地幅一下 所以它註解是這樣 那你有沒有看到一個 畫面上有趣的點是什麼 在你在做地幅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好 標數紅色 它其實就提醒什麼 你的Coding Style是不合的 好 那如果你這時候硬是給它提交 硬是要學 硬是要提交 這時候你可以發生什麼事 這時候呢 這個 這個 就跟你講 這個系統就提示你 你的Coding Style 你的Coding Style 沒有一致 好 所以請你確定說 你可以把這個 你把這個層次 重新編排過 所以你做這個動作 好 重新編排過 你又做了格式化 所以來看一下 地幅之後呢 好 這個地幅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格式化 其實這個格式化很重要 所以我就做這個 這樣調整 我把它格式化 格式化之後呢 你就提交你的修改 好 對 提交你的修改 就是說 好 不要讓你寫一個 這樣的註解 好 好 所以這時候就讓你 讓你可以去提交層次碼 所以注意大件事 這樣的工具可以讓你做很多 很棒的事情 你可以去檢查你的這個 你的層次碼本身 是不是 是不是有 一致的Coding Style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可以去想 我們看到這裡的時候可以去想 其實 其實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 我們稱為叫什麼呢 叫做 Git Hook 所以可以確保說這個 Coding Style 其實是一致的 那這樣的工具呢 其實在後續的開發 其實非常的重要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我們現在要求的程式的 就是作業的要求 是這樣 我們希望呢 怎樣 因為這個 這個Fallbook很單純 Fallbook很單純 只是一個Link List 所以在一個Link List 去搜尋 好 搜尋 LastName 好 然後呢 我們希望大家用 Puff這個工具 去檢查什麼 去分析他的那個 CacheMist的狀況 好 我們來看一下 CacheMist 呃 事實上你可以 打這個 Mac 就是 CacheTest 你打 那個 CacheTest的時候呢 其實你就會 就會輸出個報表 好 這個報表 提醒你說什麼 提醒說你這個 呃 提醒你這個 你這個 輸出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輸出 重新開始 執行了100次 然後 執行100次之後呢 得到一個報表 報表再取 這是我們的報表 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說 在這個過程中 我可以看到某些數據啊 考慮是什麼 CacheMist 不要懷疑CacheMist 你看到96.67% 非常高的CacheMist 對 他就是真的CacheMist的 然後呢 這個 實行的過程中 他的cycle count 就是這麼多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的要求是這樣 我們希望呢 你可以散用這個Puff工具 然後呢 去怎樣 去建立一個圖表 去建立必要的一個資訊 然後去可以分析說 你修改前跟你修改後 那那個CacheMist的影響 那這邊 額外要求是這樣 就是說呢 希望你關注的修改是修改Forebook OPT.C跟.H 那 MAN.C可以修改 但是你應該只需要一份 注意到我再講一次 你應該只有一份MAN.C 你不應該建立兩份MAN.C 為什麼你不應該建立兩份MAN.C 因為萬一你的實作有10個 甚至更多個 那你以後要維護多少份MAN.C 好的程式版應該是這樣 然後我 指定編譯的方式 那它可能就有不同的 不同的實作 那 同樣一份MAN.C 它可以對不同的實作 好 然後呢 再來是這邊有一個提醒 因為 我們 對於CacheMist很在意 所以呢 我們要排除 系統Cache的懸含 所以其實你在執行程式之前 其實你要求Linus幹嘛呢 把Cache Cache這樣 去把它撞 既有的Cache你把它撞掉 所以你可以執行 這一道指令可以撞Cache 就是這一道指令 你可以把Cache撞掉 好 那 接著呢 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很在意的地方 不只是你修改程式怎麼寫 我們在意的是過程 所以呢 其實你要做一件事 就是去編輯底下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作業區 作業區呢 這上面作業區剛剛寫的 那就不要說你的開發紀錄 我再強調一次 過程很重要 所以這邊同學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他做什麼事 他真的從 安裝 Ubuntu Linux開始安裝 然後呢 他嘗試想像一些想像 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Cache CacheMist為什麼那麼大 因為我們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這個 這個資料結構 我們的資料結構呢 有好 好多個欄位 你看到畫面上看到 這麼多欄位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真正搜尋的對象都是 都是用什麼 都是用 last name 注意到 last name 所以last name多大 基本上它 它是16個byte 那我們結構的剛才輸出 你們注意到 剛才有個 136這個數字 對不對 136是什麼意思 136就是 這個結構體的大小 我們136裡面 每次只參照 其中的16個byte 那這樣效率會高嗎 不會高 所以知道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你為什麼會發生 CacheMist 就是因為 其實呢 很多時候根本這樣 根本就只是 根本 只是什麼 只是 只有一小 一小部分就參照到 好 所以呢 這個 這個過程非常的重要 好 然後呢 呃 有選客的學生 注意到這個這個 當然你如果願意 自作介紹也OK啦 反正就是說 基本上有選客的學生 請你特別做一件事 就是說 請你要 除了更新開配以外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誰 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你寫過程 寫作業的過程中 基本上只有 只有人名 只有那個github的帳號 然後 所以我其實我不知道你是誰 所以請你要做一件事 就是 寫信給我 後面包標註你的學號 然後呢 特別提醒大家一下 學號跟信名之間 要空白 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呢 請你回答以下的問題 就告訴你的github帳號 然後以及這個 這個wiki的帳號 這個wiki是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 成大志工的wiki 那 經過這三年多的努力 我們 成大志工系的這個 學生 跟老師 就是花 花很多心力在整理這個文件 所以這能見度其實蠻高的 所以請你做一件事 就是 你也去註冊裡面的帳號 所以不要註冊錯了 不是註冊維基百科那個wiki 是註冊這個站的 然後呢 那請你要做另外一件事呢 要去fork fork什麼 就是說github 然後呢 embedded 2016 那你去fork 這個fork 這個fork 那fork完之後呢 你該會在這個 github的 github的網站的畫面 可以看到 所以這邊有 已經好幾位了 剛剛那位同學在這裡 去fork你的這個 fork你這個 reportatory 那fork完之後呢 你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 你當然要去描述一下 你簡單講一下 你做什麼修改 你當然可以把 黑配上面的這個內容 所以做一個調整 然後呢再附上一份字母介紹 就是說介紹你是誰 當然除了你的人民以外 介紹你是誰 那你對課程期許是什麼呢 好 然後 特別特別特別在意的是什麼 我們一定要 A-style 去對程式碼做編排 這件事很重要 好 接下來讓我們思考一下 我要怎麼去改善效果 因為呢 這個fork這個資料結構呢 其實只有一小部分 就是136個byte 我們只有16個byte去參照 所以其他96%的一樣 都是這樣 都是沒有參照到 當然你就會發現catch miss 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如果呢 我去調整我的fork 我把一部分的成員 把一部分的欄位 搬到新的結構裡面 是不是有可能會縮減 我們來看一下去年同學做的實驗 所以他做 這個去年同學做了 做一點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 他怎麼做 好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他乾脆建立一個新的結構 在這裡 新的結構包含last name 跟其他的 他把其他部分搬到這個 所謂detail裡面 好 那當然detail 肯定有一個地方讓你去存放 然後呢 這時候他發現什麼事 這樣做的話呢 catch miss大幅的下降 從96%下降 變成只有 只有60% 那只有60% 當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啦 不過 不過你懂啦 永遠 還有可以改進的空間 所以他後來又想到一個新的想法 所以他這時候又做了實驗 又降低了 就變成60%了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再來是 他發現 這個catch miss 但是這catch miss還是有60%的下降 那當然 我們不是在跟他講答案的 我只在跟你講說 做一點調整 是有機會降低catch miss的 但是 16%的catch miss 還不是我們要的 實際上你可以做更低 那你說 你會想知道 請問老師 要做多低才是正確的 請你下次不要問這種問題 工程的事情 是做好 跟做滿 對不對 然後跟不斷的 精益求盡 但是 沒有說做到一個分數 然後就停下來 不是這樣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去年這個同學的 做了一個很棒的地方 是什麼呢 他去分 他去 改善這個系統效能 所以比方說 你可以知道他這個深藍色的地方 是原本版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 花在什麼 花在找 找這個 找這個 人民的時間 很長 然後後來他去收小 那entery就是前面的那段程式碼 我們把 我們把那些特別把他擺出來 然後把剩下的地方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 變成放在其他entery 你看到說 這個時候 不止cash miss 大幅的 降低 事實上 整個搜尋時間 也下降 好 然後後來呢 他想到一個新的方法 叫做使用這個 Hashtable 你會發現 已經看不到 對不對 0.00001730 時間已經差異很大了 好 所以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改善空間很大 然後再來是 我們再思考一件事 因為呢 這個 first name last name address 基本上都是英文嘛 我們可以假設他都是英文 那 你可不可以思考一件事 有很多演算法可以壓縮自竄 很有效也可以壓縮自竄 所以呢 如果呢 我保存資料的時候呢 我就把自竄把它壓縮起來 好 比如說像這樣的一個 壓縮的演算法 那這樣的壓縮可以做一些很酷的事情 他可以帶來什麼 他可以去 縮減一個自竄 他是針對那種自竄的 他有機會怎樣 小自竄的可以變原本的50% 所以 你心有沒有想法 如果呢 我的自竄 很小 對不對 那我都是 我每次都去搜尋那個 壓縮過的自竄 那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保存空間就小很多 我發生cash miss的機會 也 應該要跟著變小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機制 來降低什麼 資料表示的這個成本 當然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你可以用binals的tree 因為本人是link list 我用binals的tree 去改寫 好 接下來那個快結束的時候 我們稍微提醒一下 你可以幹嘛 你可以開啥這個程式 請你詳細的描述你之前做的修改 然後詳細的 當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可以寫在你共筆上面 所以為什麼要用共筆 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 你可以把它記錄你的問題 那我可以知道你學習的狀況 那請多包涵 這個包涵的涵是錯的 對 我們看一下 這個包涵的涵 所以有時候會給你 給你什麼 給你一些提醒 包涵的涵怎麼寫 包 包涵 包涵是這個涵 不是這個涵 好 所以 所以比方說你寫錯字呢 我也會提醒你 好 那 所以這個 你看到說 其實他發現說要搞很多 很多必要的知識 好 那請你在3月6號 什麼時候完成呢 3月6號 至少那一天結束之前 11點59分 那如果你發現這樣的詞作 不夠好玩 那你想要 你想要繼續挑戰 挑戰體 OK 很好 所以我們可以來思考件事 就是如果我要降低catch miss 是不是你可以想一件事 假設我全部的last name 假設記憶體裡面 存在一種可能就是 讓所有的last name都並排 好 你就想要說 你想要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我我裡面這個字 就是我的last name last name長什麼樣呢 last name就是這些詞嘛 對不對 你可以想 AAA 反正這一大堆字串 他假設在記憶體 都是連續的排列 然後呢 然後呢 我每次呢都從這個連續的這個 機體排列裡面找出我的last name 我找出last name之後呢 我再去參照具體的資料 那這樣的 那個 catch miss 是會降低 是 這樣就有機會降低了 所以這是一個思考 就是說你根本把原始資料 把它做調整 當然 這個程式需要一定程度的 的修改 好 然後呢 如果你覺得這不夠好玩呢 你可以做一個很酷的事 你叫做fuzzy search 好 就是說如果說 我要找的資料是 McDonald 好 那但是呢 這個 你知道有些人有時候會打錯嗎 變成 McDonalds 或是 或是 McDonald 就是你看這個字 多一個A 後面多一個S 但是可以找得到 這個東西呢 就跟Google搜尋很像 對不對 你看Google搜尋 不要問我要找什麼 你Google搜尋呢 你要找什麼 你要 你要找 你要 你要找一個 比方說 呃 不要說找Linux好了 你找 你打正確Linux找得到 對不對 那你打Linux打錯的時候呢 他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搜尋Linux 對不對 你打兩個X 對不對 但實際上 顆粒只有一個X 那 那這個 像這樣的功能 提示你 你要怎麼去找 那這個東西呢 是有演算法的 順便來看一下 有東西就是 這個演算法 他是一個 俄國的一個研 一個學者 他發展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他可以讓你 讓你去 讓你去找出一個機制 這機制是說 比方說我們可以把字串跟字串之間的關聯 比方說這個 一個字叫Kitten 一個字串叫Sitting Kitten跟Sitting 這兩個字有什麼相似呢 其實這兩個字呢 其實它的相似度很高 當然你會覺得 一個貓咪 一個叫做什麼 一個 一個貓 一個叫貓咪 一個叫做坐下來 這聽起來沒有什麼觀念 可是 它的拼法 其實相似性很高 為什麼 因為呢 第一個它們兩個音節 第二個是它母音 注意到 這個母音 這個都是短的母音 所以實際上呢 它有一個數學式 可以找出字串跟字串之間的距離 當然以剛剛的例子來講 Linus 後面加 後面再多加一個X 這個相似度很高 或者你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左邊樓是Chars 右邊是Chars 它沒有距離 但是以這個例子來講 左邊是Kitten 後面是Sitting 其實它其實是有距離的 所以呢 如果呢 你可以建立一個表格 把 字串跟字串之間 距離建立起來 你把這樣的結構建立出來之後呢 你把它保存在哪裡 保存你的電話簿裡面 你就會做這樣很酷的事情 你就可以一併檢測出來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操作 然後呢 再來是呢 如果你還可以挑戰什麼呢 你可以挑戰說 既然我們前面不是執行的100次 那100次裡面可不可以找出 裡面的其中95次 是什麼 信賴區間 那怕有 有 有同學忘記什麼叫信賴區間 其實 這就是你大學學那個統計學的時候 都有聽過嘛 不過 我們幫他複習一下 什麼叫做信賴區間呢 比方說你看到這樣的東西 誒 這是什麼 這是高中的耶 對 它是高中的 不是大學的 所以你不會就有點可恥啦 所以我們來看 信賴區間在哪裡 95%的信賴區間在這裡 可以 所以呢 左邊跟右邊都是加起來 就是5%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件事 你可以說 認為說這個95%是怎樣 是多數 那你可以排除掉一些很特別的情境 也許因為 誤差啦 或是一些 一些 別的原因 那你可以做一件事 可以找到95%的期待區間 然後呢 甚至你可以怎樣 甚至你考慮到一件事 我們電話部目前都是死的 所以你有沒有機會做出一個可以 動態新增資料的電話部 這樣比較符合現實 這樣比較合理的 好 以上 以上就是我們對這個 這個 這個 課程作業的 的那個說明 那我們 晚一點呢 就是我們今天這個說明呢 我會把它剪接 剪接出來之後 會把它變成一個錄影 那 所以這個 之後大家可以來 來參照 所以呢 有沒有覺得這個作業很有趣啦 你這個作業呢 你雖然聽起來有點複雜 但是你可以把你建設什麼 你可以學到 學到Linus的開發工具 什麼去使用 然後把Git Github 像剛剛前面講到hook 你可以加 透過A-Style 可以 很 很好的去 去使用這個 呃 怎麼說呢 使用這個 使用 使用這個工具 然後呢 你可以用perp這樣工具 然後你可以去思考 效果最佳化 然後最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過程中 改善了多少 你全部都有什麼 你全部都有 有 有圖 有真相 你用Gitubra 給你這種 這種圖表 所以我希望說大家身為一個工程人員 或者有志於 成為工程人員 絕對要量化 如果你說不出量化 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你不該當一個工程師 如果說 你在你的生活周遭 然後你 你沒辦法把東西 適度量化 這個適度量化不是說這個 台灣的幸福只渡多少名 我們不是要追求這個東西 我們要追求是說 你解決問題 那你解決問題 你用什麼方法 你用的方法 它是不是有效力 你用的方法是不是可以 應用在很多地方 你用的方法本身呢 是不是解決A的問題 然後B的問題 浮現出來 所以我們在意是這個 所以我們在意的圖表絕對不是什麼幸福指數多少啦 什麼國民所得多少 我們不是要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呢 你懂嗎 這個數字只是來自於於人 我們不是要這個 我們工程是要能夠知道 我們具體解決問題在哪裡 然後呢 因為在這個 尤其涉及到計算機組織結構的東西上 有個很大問題是什麼 比方說我們講cache 我們根本不知道 就是說我如果不透過一些工具 不設計的方法 我根本不可能執行程式完就知道 這個cache的miss 狀況多少 如果沒有工具的話 你只能猜測 或是你只能 只能去預測 覺得我速度慢是因為cache miss 我之類的 你不覺得這個效率很不差嗎 但是現在不一樣 我們現在有個好的工具 OK 可以協助大家做這些事情 OK 好 那我們這個 介紹大概到這裡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呢 就是 這個 我們大概解說到這裡 那這個 感謝大家的參與 那這晚點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影片整理好 也會丟出來 那所以請大家繼續關注我們這個 我們的這個粉絲專頁 還有還有相關的客人討論區 OK 那晚安 謝謝大家